作品發展 這本《結集》是我這四十年在豬三角 探索田野 以及我自己的思想調整的見證 有紀錄 所以這個田野的經驗 實在絕對不是一個傳統的人類學的方法 七十年代 拉了這麼長的四十年 七十年代我去了廣東的農村去尋革命 八十年代改革開放 我就跟著那些離土不離鄉的農民 就走進去的城鎮 九十年代就跟著成千上萬甚至成億的民工 走走去大城市 去到2000年後 就跟著很多很有創意的entrepreneurs 中國的entrepreneurs 一路就走到中東非洲 所以走出了世界 所以這個過程 研究過程讓我體會到 我學會了如何尊重本土 即是Local Happenings 同時了解它在一個連接大區域的背景之下 同時放眼世界 所以你看南中國也是如此 看珠三國也是如此 看香港也是如此 這二十幾篇文章 當然是經過三十幾年去寫的 但我沒有將它們的時代 這樣去編排 反而我將那些文章 納入了幾個很重要的概念 幾個理念 而是用那些內容 來將那些理念拆開再合起來 這樣的話 文化、歷史、權力和地域的認同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理念 是應該重新去做一個很關鍵的思考 文化、歷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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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在耶尤教書 還在掙扎著 所以我那個學術的讀者 一定是英文的 但是慢慢存了很多東西 又經常回來香港 經常回來華南 繼續做一些研究的時候 我就覺得 很多我想說的東西 都是和我自身的 在華南和香港的生活歷程的一些感受 那時候我就很想分享這些東西 給一些跟我一起的 不僅僅是同行的人 同時一些比較廣泛的學者 所以去到後期 去到近五、六年 那時候英文版都未出 我已經在想 我們將來有沒有辦法將這些東西翻譯 所以翻譯的工作是很艱難的 是用了至少六年的時間 看事物 看任何東西 千萬不要自設界限 不要將它本質化 看亞洲也好 看中國也好 看香港也好 我們都不要自我內卷化 自我細胞化 將微觀和宏觀的各種 一層層的過程 能夠兼備 來看他們的互動 希望大家閱讀這本書的時候 作一些新的嘗試 因為這樣的話 對於我們所關懷的土地也好 所有的人和事物也好 可能會有一些很意想不到的了解和感受 這個可以做到這樣 就是我們人類學所說的 Empathy Empathy 同理心 這樣吧 Empathy Empathy Empathy